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谢东在昨天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上海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发展 在互联网金融当中特别是非法集资风险总体是平稳可控的 对于多数积极创新依法依规发展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要给予支持 对于违规发展的要坚决打击 目前的话对上海的非法集资包括互联网金融的整治工作 我们是发现就上海地区而言 其实上海的经济金融的发展的情况整体是良好的 但是对披着所谓的创新的外衣的实施不良的非法集资的企业 我们是零容忍 然后坚决的取缔和打击 那么在刚刚所说的公布的实施的意见当中 也是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的小组 就这样想要把它们开中 我们下期访下来会不会有及时 那么有数据 如果大家看得去 但我们下期访可以 但是我们下期访可能会有所在各种 或是柔的 所以我们下期访求 我们下期访许可能会有司的